那個網友是說 邰哥之前有抱怨說 你們好像要真的真的不對 沒有辦法來直播 只是因為現在真的 就是大家很多事情要忙 我覺得 邰哥一定沒那個意思 對 他只是就是 就講出來這樣子 日前木曜四超完元老主持群 六大金剛宣告被退役的消息傳出 邰智元也曾在直播中 抱怨主持群外霧很多 Key已經出席 上傳了各位記者會也做出回應 因為我自己本身知道 接受到的資訊是 我本來是 8月要去爬山 然後9月也要去爬山 但是因為颱風的關係取消 對 所以我其實一直都有陸續在接 所謂的一日系列這一塊 其實我陸續都一直有在跟節目接洽 我就突然在外景的時候 接收到這個訊息 因為其實剛好也是因為 比如說這樣 大家都像有演唱會啊 然後像我是因為二寶要生了 所以可能所謂的 那個沒去只是因為單純他們覺得直播的時間 可能大家比較沒有辦法配合 然後所以其實一日跟一些 那個我們後面都有陸續在討論的這個節目企劃都有 那個網友是不是排歌之前有抱怨說你們 然後為什麼真的很對 沒有辦法來直播 但是有個人應該很合體的 這個大機構 我覺得應該也不會啊 只是因為現在真的就是大家很多事情要忙 對 然後我像我自己就是一直在要準備小孩啊 那你剛剛說自己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忙 那就是跟那個台客所有的電影都好忙 對 就是 對 應該說直播 只有直播這件事情 因為禮拜四直播這件事情 對啊 可是我像我自己如果是說有其他的時間我是很OK的 會不會讓你心裡有很多照片的 不會啊 不會不會不會 我覺得台客一定沒那個意思 對他只是就是就講出來這樣子 但你沒有問他 不會去問這個吧 因為像 你怎麼會這樣講對不對 不是不是不會啦 會啊 誰敢 憲哥我也不敢這樣跟他講 然後我們就是執行企劃的人 對啊 那我們就是被發通告的人 對啊 我怎麼敢講這種話 那你上次跟台客聯合有什麼關係 我們其實上次那個鎮港分局 我們一直在宣傳的時候 我們都有碰到都在聊天 然後像我們就是 因為鎮港分局他六個都有演 所以我們就大概都會坐在那邊聊天 對啊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錯的是因為 大家一看都聊得蠻好的這樣子